花蓮以壯麗的美景聞名 最近更推出了穿著古裝 騎馬在海邊散步的觀光活動 但是卻面臨了違法營業的問題 騎著馬因著海風欣賞壯麗美景 也有人能穿著古裝在海邊騎馬漫步 這是近期花蓮出現的全新觀光活動 許多民眾屈之若霧 但業者卻遲遲無法申請合法 現有的法規無法明確定義我們 歸屬於哪類 我們野期課程就是需要讓學生 適應不同環境 但整眼法必須固定場餘 揮舞著牧草吸引前面的棕馬靠近 遊客親自餵食欣賞表演 和動物近距離接觸 都是觀光農場的特色活動 這邊比較漂亮 比較有規模 園區動線規劃完善 看起來就是一般合法的農場 但目前花蓮酒家業者 卻都沒有許可證 被公告是違法營業 因為只要收費盈利都會受到法規限制 這個相關單位能儘量儘快協助我們相關的業者 提出申請的業者 在法令上所遭遇到的一些困境 那花蓮縣政府也會向中央來進行反應 法令規定是否能符合實際需要 縣府與業者都希望能找到共識 建立安全的休閒空間 讓民眾盡情的在花蓮享受好山好水 記者陳金燕 花蓮報導